没想到我竟然跟一个才认识不到一天的男人结婚了 一切还要从三个小时前说起 我叫黎千苏 代号腾宫质 别让我来和他老战友的孙子相亲 但我来这 我更重要的物质 就是拿到战神宫的基因信片 查清杀害了母亲的真心 都什么年代了 我妈还想抱抱回你 让我去和爷爷老战友的孙女相亲 你等会帮我去相亲 好好 老大 我也没相过亲 你听听相亲 露馅了咋办 露不露馅了不重 关键 搞砸 随你 好帅呀 好帅呀 老大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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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说相亲对象胸口别着黄玫瑰 看来就是他 也不怎么样了 比他旁边的保安可差远 这是密钥卡 这个我就能潜入战神公安保库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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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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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诶 诶 成功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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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有都是 有通道者中心立刻分锁所有通道 看来是有备人的 一起上班 诶 你 诶 立即分锁 绝会能让战争东最高机密失窃 特攻这 战神雪莺 特攻这 你逃不掉 那可未必 战士公的一万一绝没搜索 没有还得多到这 不用找了 他已经逃走了 帅哥帅哥 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相亲大会吧 我们这漂亮的小姑娘可多了 你有什么需要 啊 每天都是常外的环境 宣宴会上那个宝安 你们也是来相亲的吧 你们也是来相亲的吧 真般配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看好你们哦 我二十五岁在上市公司工作 约入两万 我三十做金融的 年薪百万有风有车 你好 我叫黎千苏 我是做 我是做保洁的 月薪六千 我叫萧锦芳 二十六岁 做保安的 月薪也是六千 那个 没车也没房 保安好急 没车没房 我看起来呀 雨天苏 你竟然抱着鸽子 我看你是想到医院来见我 小警方 你竟然让小李替你相亲 我看你是不想让你这个妈了吧 你家里催得急 未相怜 那要不 咱们结个婚 可是 我就是一小保安 又没车又没房的 你不介意吗 这有什么呀 你是保安 我是保洁 咱们两个门单互对 结婚嘛 可以一起分的 去哪 认真 证据 证据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接下来 我们应该 真的吗 你不会是找人来骗爷爷吧 你不会是随便找个人糊弄我吧 我不信 要不然 我们同个居 赶紧 赶紧 这就是我租的房子 这可是学区房 租金可不便宜 立刻去帮我买一套符合保安身份的房子 你居房 保安能租得起这么贵的房子 啊 我 机器的房子 那 咱们两个 施住意见吗 当然 当然是你是主公 我是赐负 那我去休息了 什么 你竟然结婚了 什么样的男人能用你的发言啊 他就是个小保安 人挺好的 长得厉害 不是吧 你怎么可能会嫁给一个小保安啊 你开玩笑的吧 我什么时候开玩笑了 逗逗 你先尽快帮我准备一辆适合保洁用的电动车 还有 芯片那边什么情况 芯片已经秘密转移到地豪大厦了 那儿有全球最严密的安保系统 他们明天会举办一场宴会 是你行动的好机会 但是 你知道宴会的主办方是谁吗 谁 就是你那个劈腿的渣男前男友 我肯定也会参加 老大 我这上午才替你去乡的心 怎么 下午就结婚了 这 这嫂子何方神圣啊 他就是个小保洁 不过呢 人挺好的 宝洁 你这不开玩笑呢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 对了 这事办怎么样了 放心 芯片我已经转移到了安保最严密的地豪大厦的地方 地豪明天好像有场宴会 主办方是浩宇集团的老板 就是一直想巴结你那个 吴总 吴总 我可没公布带着他 这次宴会 雪莹肯定会加倍防范 对了 从国外运回来的那批对布特工 这些武器什么时候到啊 我让你找的新武器 你找的怎么样了 武器已经派人送到你的新家了 武器已经打包送到你的新住址了 一个 一个白箱子 黑色的箱子 什么 糟了 这些武器要是让他看到 发现我身份怎么办 我是被他发现那些武器 因为我是变态杀人狂怎么办 啊 被箱子 啊 啊 怎么了 这个是我先买的 啊 啊 手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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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 章狼 哎 章狼 章狼 怎么害怕 没事 章狼已经死了 啊 啊 死了死了死了就好 怎么了 哎 啊 你 没事吧 没事 啊 没事就好 哎呀 哎 要小心 不過你這手怎麼這麼多剪子呀 啊我做保潔的嘛幹活摸的 你手上怎麼也這麼多傷口 你手上怎麼也這麼多傷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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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保安的嗎 警察搬東西 你要給他挖著 啊 那不早啊 早點休息 哎早點休息 嗯 媽 芯片是你留下最後的東西 裡面一定藏著什麼線索 我必須要找到芯片 查出凶手 我走 你不來 我 噢 我 好 還有 我 嗯 蘇蘇 啊啊 哎這就是你的新婚老公 我我龜屁豆豆 也是做保洁的嘿 是露借我上班 啊哈哈哈哈 哎蘇蘇你老公長得還挺帥的嗎 哈哈哈 手走了 哈哈天子 活動 啊啊啊對了 我現在還有工作的 可能回家比較晚 那正好晚上我也有事 那我先走了 走啊走啊 哈哈走了 注意安全啊 嗯 老大我剛才理解能力 是不是這樣 你還好意思說 嗯 衣服準備好了 哦 哈 這次 我一定會抓到新品 我的仙衣保洁身份混入宴會 再找機會拿到新品 哎呀 這不是被我拆了的黎千蘇嘛 李千蘇 跟我分手之後 怎麼就輪落的乾保鞋了 我說呢 這兒來的一股搜味 原來是你前女友 不喜歡這個味 那你可以滾啊 你一個臭保鞋 嚇到什麼 忘了告訴你了 這位 是我女朋友 薛美美 他爸爸可是億萬富豪 他這一個包啊 就過去掃十年廁所 我懶得跟你們一般見識 給我讓開 哎 李千蘇 你不過就是一個打倒廁所的抽保鞋 我可是浩羽集團的繼承人 今天來這裡 是要在戰神談幾個億的項目 戰神 他也會來這裡 怎麼算太 東西我一樣能拿到 管你談什麼狗屁事 別急著走 我的這隻鞋可是全球限量款 這明明就是你自己撞上來的 我現在給你兩個選擇 你要我賠錢 然後跪下來 把我的鞋舔乾淨 哎呀美美啊 你這雙鞋少說得十幾萬吧 他一個抽保鞋怎麼可能會賠得起 那就只剩一個選擇了 騙吧 你們兩個也太過分 看來你是不想乖乖挺的 那沒辦法 我只能讓人教你怎麼騙 來人我上 啊 沒事吧 沒事 這是戰神功的招式 戰神功 怎麼可能 你是什麼人 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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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對 周氏大人 您是不是想問 戰神道沒道啊 他不是上次和景峰一起出現 胸口別著黃玫瑰的相親對象嗎 啊 沒錯 戰神 那名兒怎麼樣啊 戰神說臨時有事 來不了 哦 您就是戰神的左使 救援大名 救援大名 我的相親對象竟然是戰神左使 看樣子還是景峰的上司 今天能見到你真是太開心了 哎呀可惜今天戰神沒來 不過這戰神一向神秘 每次出現都戴著面具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有幸見他一面呀 這戰神也不是隨便什麼人想見你 是是是是是 我們這連戰神功的門還進不去呢 所以你剛才說 要打我這個戰神功的小寶寶 不會是想闖戰神功的門吧 沒有沒有 我這剛才開玩笑呢 你可千萬不要聽他胡說啊 他絕不會胡說 您這 你說 怎麼處理他呀 做事的 我們還有正事要辦的 不能耽誤太多的時間 這件事就不跟你計較了 沒聽見嗎 哎呀 沒事了 我還有事啊 先走了 你是跟著佐史大人來的 是啊 佐史讓我來參加宴會 不過你怎麼在這 我是 這裡臨時需要保潔 剛剛的事情 對不起啊 給你騙麻煩了 怪我沒保護好你 那你收回去吧 哎 怎麼會呢 各位尊貴的客人 我們宴會聽的烟花秀 將於晚宴後七點開始 烟花秀 正式動手的時機 特工這肯定會成烟花秀毒水 我還要去洗廁所了 我先走了 啊我還要去巡邏 那我們 家裡見 家裡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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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嘱 叮嘱 收到你那异常信号 我把电矩断了 快跑 不行 我一定要拿到芯片 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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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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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挺好了 封锁大厦 全面搜 若发现芯片携带 立即装 所有人挺好了 封锁大厦 全面搜 若发现芯片携带 立即装 看来不能带着这东西 以前露青里边的线索 怎么样了 啥 没想到 战神家最高级别的安保系统 都被你给得手了 快点 成功 秘書口发现携带芯片的人 走 原来妈妈生前留下的芯片里 藏着战胜宫这么多机密 素素 你看 肖 他是谁 他是肖氏集团的肖志成 肖志成 警方也是肖 来不及了 豆豆 你先把文件复制 恐怕他没有车返回来 我们回家再看 好 战神 刚收到的人携带的只是普通芯片 它不是特工质 不对 快回刚才的位置 走 老大 芯片 不消 芯片可能已经被破解 芯片里面的机密 也可能已经被卸了 战神工 启动你一次信息 是 不过他费解心思 得到这芯片 到底是为什么 这芯片 可是前任战神血液流下来的 那么这个血液有关 你去把血液生前 所有的相关资料都给我查出来 是 暖宫 我先下班了 你也早得回家 既然战神工 已经启动了一级信息防御 短时间内就不可能被攻破 先全程给我送武特工质 有任何问题 随时想通吧 好 那我让兄弟们先说累 最近回战神工 嗯 我就不回战神工了 我得回家 不是老干 回家 你不回战神工了 以后 我都得回家 毕竟我现在是有老婆的人 像你们这种战神工 你回来了 来 来 哎 总 今天地豪大厦出了点事 你们遇到什么吧 没有啊 今天地豪大厦出了点事 我今天回来都早 我想给你做饭吃 老公 地豪大厦怎么了 没什么 你这要亲自家属吧 是啊 为了谢谢你今天帮我 我特意给你做好吃的 哎 老公 嗯 你去帮我取个盆呗 好 做什么好吃的呀 不告诉你 主播 我想知道 萧氏集团招不招宝洁 你在萧氏 有没有认识的人 萧氏集团 秦苏只是个普通人 现在还不能告诉他 我的身份 要是被他发现 我骗了他 等实际声说 我再找机会告诉他 啊 我跟左指去过两次 那 你见过萧志诚吗 萧志诚 萧志诚 你打听他干嘛呀 没什么 我就是今天在新闻上看见了 是大老板嘛 我没见过 比较好奇 要不你先去洗澡吧 放一会儿就好了 啊 不行 我身上还有伤口 啊 我就先不洗了吧 要不然 我先给你踏踏下手啊 不行 我得收拾刚才脱色的衣服 哎 老公 我这不是你帮忙 你快去洗吧 你一个大男人 你害羞什么呀 我害羞 倒是 这么着急让我洗澡 有什么企图啊 我能有什么企图呀 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可以有企图的 我 我没有 想多了 那要是 我有呢 雪 你身上怎么会有雪 你身上怎么会有雪 你受伤了 别提了 被一个同事给误伤了 他还老是找我茬 找茬 敢欺负我老婆 你告诉我她是谁 我现在就去找她 不用了 不用了 咱们打不过她 我的意思是说 像她这种人 咱们不跟她一般见识 毕竟同事之间 也不好撕破脸 是不是 那要是再有人欺负 就告诉我 我绝对让她吃不了兜这层 知道 知道 你怎么也受伤了 啊 我今天去抓一只 导弹的小猫 被猫抓了 野猫 这哪里是野猫 这分明是一只猫猫吗 对 那就是一只老虎 一只母猫猫 我去拿药给你包扎一下 不用 你都受伤了 还是我去吧 不行 我去 哎 在家里 老婆是第一 我去 我去 你 我去 你 我去 妈 我结婚了 虽然是闪婚 但是她人挺好的 我也很幸福 可惜 你看不到了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查到了你的死 和消失有关 我一定会抓到真正的凶手 喂 多多 素素 我查到肖志诚周末会回国 入住龙腾酒店 我知道了 还有什么其他心机吗 她这个人唯一的爱好就是女人 尤其是性感美艳的女 而且据说她好像有点 那方面的 那啥 哪啥 她这个人唯一的爱好就是女人 尤其是性感美艳的女人 而且据说她好像有点 而那方面的那啥 哪啥 哎呀就那啥嘛 到底哪啥 哎呀就就 啪 那方面来 知道了 这些有钱人 玩得还挺滑 性感 美艳 老大 您小叔的肖志诚周末就回国了 同时我也查到 特工阵那边好像有人在吊着 特工阵 他为什么要查肖志诚 莫非跟上次新建的事有关 既然这么久 那肖志诚这次回国 特工阵一定会查到 我们就去守住带兔好了 老板 似乎有人在调查 薛英谁 哦 我倒是想看看 是谁这么想送死 你先送 我还没去找你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还穿成这个嗓呀 不是啊 穿成这个样子 一看就是来头发送到的 我走错了 哎想走 可没那么容易 来吧 哎呀 李建卓 今天你那个狗张人事的保安老公 没跟你一块了呀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当然是想好好跟你们算算账了 呵呵呵 你说 你要是早这么打扮 我也不会那么快把你给玩腻了 你穿成这个样子 出现在我的包厢门口 是不是怕我找你们算账 所以想来卖身勾引我呀 嘿嘿 嘿嘿 进来小爷 吴少 你看他穿成这样 一看就是出来卖的 人家是嫌你没开价的 是吗 我得好好看看 值多少钱 把你手给我放干净点 哎呀 李建卓 你说你干保健一个月才几个钱呀 还是出来卖的新块 少爷我有的是钱 你今天他们哥俩伺账好了 给你二十万 二十万 嗯 吴少 二十万有点多了吧 像他这样的 二十万能找两百 好啊 那我今天就好好伺候伺候 好好好 哎 这王头 你先说你个臭苗子 要我那根子 刮着他 亲亲我呀好好地玩着他 给他上了他 哈哈哈哈 我干什么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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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动的 我就让谁顿此决心 又是你这个臭苞啊 来了正好啊 这一次 老子把这些的账给你一块算 原来你就是那个臭苞啊 怪不得你老婆出来当婊子啊 一个婊子一个无能费 真是绝配了 今天我们去当着你在庙上你看看 我们两个是怎么造成你老婆的 哈哈哈哈 你站远一点 别伤着你了 我来处理这两个杂子 你也站远一点 不就是跟着战神公学了点三脚帽的功夫吗 以为我们会怕你吗 你知道我兄弟是什么 这位可是战神的关门弟子 战神亲自教我功夫 还敢在他们一件小账 帮给他废话 今天我就当着这个窝囊费物 上了这个段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 敢打我兄弟 你 你不过就是一个臭啊 你敢打我啊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后语集团的吴乔 不认识 没事老鼠 好 你给我等着 没吧 我不愿意打了 你快来 快来给我救一救一他 告诉你 你完了 爸就在隔壁 他现在马上就过来了 就等死吧你 没什么 吴家家大事的 就战神来了 也得给他三分磨面 是吗 吴家是有点事 我该不会害警风遭殃吧 警风 要不还是算了 走吧 现在知道怕了 我告诉你 晚了 我就在这等 这可是你说的 啊 一会啊 可别跪着求饶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动我的儿子 我说 就他 就他 就这个臭宝啊 爸 你不是认识战神吗 你要战神废的他 废的他 废的他们 闭嘴 这都他是谁吗 爸 他不就是战神废 那个臭宝啊吗 住嘴 他可是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 你儿子欺负我老婆 就是因为他 你们吴家就要付出代价 从现在开始 你们浩宇集团 市值蒸发五百亿 叔 他就让他这么走了你 吴总 公司市值刚才突然蒸发五百亿 我们破产了 什么 破产 就是 爸 怎么可能会破产呢 都是你这个败家子 你这个祸害 打我干嘛呀 都在出版本的鬼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战神 战神 战神其实早就想收拾他了 他们天天拿着战神宫的名号 在外面飞速的 我就是顺便演出戏法了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呀 不信 不信你问你做事 没错 这都是战神的受益 战神做事的态度 一向代表着战神本人 我就是一个小保安 不过我萧几峰的老婆 可不能随随便便让别人起 老公 谢谢你 啊 啊我我还有点事啊 再试试一下 老婆啊 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呀 还穿的这么性感 嗯 那个我今天同学聚会 那我在这些朋友面前 我不得横横的漂亮一把 我都没见过你穿这片 到时上他们都看完了 老公 我怎么觉得 你是有一点吃醋呀 当然没有 我是非常吃醋 但你穿这种衣服 以后只能给我一个人看 我只给你一个人看 肖智诚 肖智诚 不过今天不行 我必须按下肖智诚 哎 那个老公 你是不是还有工作没忙完 啊 我可能把上日吃 回来的比较吧 好 那你先去忙 我回家等你 好 好 去 嗯 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 你怎么样 你看 你们几个 两件事 第一 我的身份不去说出去 第二 让他滚出两室 我老公不想给你 我稍微只能给你 你这么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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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 给我来杯杯 好的 美女 一个人 服务员 再给他上一杯一样的 算我账 我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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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我确定要在这儿 那我们就换个地方 霸达 乡尔城出现了 在酒吧 特工这可能会随时出现的 You got me twisted like that 别急呀 咱们回房间 那原来我 好 一口一口 二点费 老大 小智晟身边出现了个女人 似乎想接近她 老大 老大 大神 周智晟身呢 他刚走 没赚点她吗 他自己一个人呢 他还带走了个女的 那要不要 一起洗啊 你先去 我还要准备一下 好 你妈妈准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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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不说实话 他俩做什么 谁要一直敲门 哎 别开门 谁也得一直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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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 你来的了吧 你来的了吧 小叔 这份合同 需要跟你商量 今天那个啊 那个 我就是个抱歉 到底是什么样 那小叔 你觉得 用起签网的合同 警方和肖志成 说什么 这这你们就不用管啊 哎 走走走走走 来 不错 哎 先喝灯酒 这就行了 你怕我下药 这个害怕的是 里面很有可能是特工阵 通知下去 分锁所有毒 这一次 不能再让他逃吧 是 啊 就得下什么东西了 不过是一些不需要 你说真话 说 你到底认不认识血友 他 他撑着血影来的 还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已经查到了 你的血影 没有关 告诉你 到底是谁杀了血友 哎 别动手 我 我想进来了 老大 一切准备就绪 是 是乡亲 我 你 签素 你 起来 放开我 起来 签素 放开我 不要 起来 是你 你呢 许多 那叫 天公 许多 戒然你讲不懂什么的 他 他 他能踏实 啊 你啥啊 啊 你不认识 他是我脑子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不怕在哪里 我 是他 是他给我关键 把我带进房间 给我下药 他还想 你别听他胡说 明明是这个奸人他勾引了 是他给我下药 季导 我告诉你 休止沉 你向南轩来那可就算了 现在打主意打到我老婆头上 是 别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 啊 是他想 等等 要是让肖建峰知道 这个剑警员是来查查去你的凶手 那我就 我告诉你 你再敢动了 我就把你肥了 肖建峰 你敢威胁我 你不要忘了 我可是你的 你是肖治什么 我可怕你吧 跟你这惹人渣同性 真是我的不行 我告诉你这件事没有完的 你要想挑战我的底线是吧 随时分配 我 我 你不就是站着自己是战士 还有小家的实际控制权 一辰的瓦就骑在我头上 我告诉你 直到雨天 我会冻死你 拿回小家的控制权 一天都晚就骑在我头上 我告诉你 直到雨天 我会冻死你 拿回小家的控制权 小智诚是小家人 因为我感觉到他 你就不怕他报复你 就算他会报复 我也不能眼睛阴 可以出伤害 曹光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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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我听同学说 那边推销酒水其成多 我想回去试试运气 想多转点全部贴家用 我刚得知特务这个会长生小叔 就碰上了前苏和小叔在一起 那究竟是跟小叔骗去的还是 当然是真的了 我怎么会骗你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 我突然觉得好热 我好热 好热 表兄看来痛不住 我真的想了 怎么回事 好痛 我好热 你没事吧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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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老公 我好热 我好热 老公 我喜欢在下面 嗯 老公 什么好硬 是我的道路 终于把雷追扔完了 不行 我不能承认之位 他现在中了药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等醒过来之后 万一后悔 苏涛 你坚持一下 等药下过了就好了 我没看错人 他宁愿跑去冲冷水澡 也不会沉人之危伤害 只是 他对我这么好 甚至为我得罪了萧志诚 而我却在欺骗他 喂 喂 我说到萧志诚 战神昨天也去了那家酒店 那个行踪很陷落 什么 千万不能让战神查到我的身份 想办法毁销他的事听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对了 我昨天看到萧锦峰抱着你回去的 他没发现什么 没有 我趁机吃了那个烈性药 随时撩拨他 应该已经蒙混过关了 你吃了药 那你不会跟他们那个了吧 没 他是正人君子 最后关头 他忍住了 忍住了 男人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忍住啊 况且你们结婚这么久了 感情又不错 难道是 他不敢告诉你 男人不能只看表面 得试了才知道 老公 什么好应 试过了 他很行 好了 你赶紧去办正事吧 不说了啊 我已经查到了你和薛颖的死有关 告诉我 到底是谁杀了薛颖 是小姐 肖志诚当时想说的人 到底是谁 你没事了 他明明踩重的药 这么快就行呢 你没事了 我还有点头晕 还好那杯酒我喝的不多 估计是药效过了 现在感觉 好多了 那就好 他出现在薛志诚身边 真的是因为被下了药吗 对了 你之前不是说 是你的同学介绍你去那边卖酒的吗 他叫什么 他叫 老大 特工志语先生了 我们在美尼安杜町村发现了特工志语的行踪 怎么了 没事 你是不是公司有事 要不你先去吧 我没事 看来是我想多了 千苏就是个普通的女孩子 怎么可能是同一阵 他为了我去卖酒赚钱 我却在怀疑他 这身怎么这么难扯 他怎么不去 这 他的狐狸尾巴终于弄出来了 给我把父亲所有的监控都掉了 仔细排查他的起造 这一次 一定要把特工志语的老条给我挖出去 你确 又要等着今天那个女人的身份 还有 你他和小姐的一切关系 他竟然和萧锦峰在一起 看来萧锦峰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吧 有意思 喂 杜董 你那边怎么样了 差点就被战神追上了 何显才甩掉他 不过现在 萧锦峰已经被战神严密控制 你最好暂时不要去接集团 好 我知道了 那你先藏好自己 别被发现了 我看看想办法 能不能混进萧锦峰 去萧锦峰集团做保洁 好了 那先不说了 好了 你回来了 你要去萧锦峰集团做保洁 我想着这么兼职也不是办法 正好萧锦峰集团那边 长期招保洁 我想去试试看 能不能多挣点钱 给家里补贴一下 钱苏一直在为我和这个家着想 我却一直以为身份骗他 你还没吃饭吧 我先给你弄点吃的 既然我不能表明自己的身份 改善家里生活 那不如 我就每天给他做饭 家派人手 根据监控 就算挖底子在吃 也要把特工阶给我找 你们要是再找我 全都给我卷股盖 滚蛋 去 洆苏 洆苏 你受伤了 你是不是不小心切到自己了 没事 你不疼吗 不疼 过两天就好了 洆苏 老公 你为了我得罪了肖志诚 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 你放心 我已经写会做法了 以后 我不会再弄伤自己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欺骗你 更不该怀疑你的 洆苏 以后每天下班我都去接你好不好 这样你就不用汽车了 这分出人事 我弟忙 这给老大整的夹子硬都处理 这下行吧 这饭也不用吃了 嗯 放出狗粮啊 就饱了 走了 走走走 你是说 萧锦峰和学尹的女儿接近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是 有意思 学尹的女儿伸手到什么去 可以用她来对自己 如果我告诉她 学尹就是萧锦峰杀人 再让萧锦峰知道 她的整边的意志 来欺骗 他们会是什么 老公 我来看你了 就在你公司楼下 哦 你在下面等我一下 我马上下来 哎呀我 这也是我老爸 这么多年 真是同志家 男人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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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在下面等着吧 你怎么上来了呀 我在楼下等的着急 干等你也不下来 啊 啊 等待在等 爱惜午饭 就惊喜 意不意外 太意外了 哦 我 我不饿 哎 哦 那个 我还有事啊 嗯 这个地方就借给你们了 嗯 时间不要太长啊 坐着慢走啊 快来尝尝 都会凉了 这都是你做的呀 当然了 做饭这点小事可难不倒我 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做 好不好 好 陈苏 你受伤了 你是不是不小心切到自己了呀 没事 老公 跟你说个好消息 我可终于进入肖氏集团做保洁了 工资涨了好多 以后我就可以多赚点钱 给你多做点好吃的了 陈苏如果去了肖氏集团 万一发现我身份 早知道 我当时就不应该隐蔽身份骗他的 素素 你做这些 都是为了我和这个家 万一有一天 警方发现我做这些 其实也是为了找杀害我母亲的凶手 怎么了 老公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我骗了你 什么 你骗了 我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如果有一天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 我是有苦衷的 你 你会不会原谅我 你会不会原谅我 他能到小河之前一样 彻底筋盆洗手 把一切都告诉你 他为了我吃苦受罪 还怕因为骗我 被我发现生气 可我也在骗他 好 素素 其实有一件事 我一直想告诉你 我其实是 先接个电话 好吗 对吗 你该不会还天真的以为 你老公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保安吗 想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想知道杀你母亲的凶手是谁吗 夏朝日 和萧锦峰一起在家里 你会惹得很香 怎么了 没事 我叫萧锦峰 二十六岁了 素保安的 月薪也是六千 你手上怎么 也这么个伤口 我当保安的吗 经常搬东西 不小心挂着我 我事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儿子欺骗了 就是因为他 我不像这样的犯罪 从现在 我事实并不重要 素素 其实有一件事 我一直想告诉你 老公 你刚刚不是说 你有事情要跟我说吗 什么事 刚刚我妈 给我来电话说 妈妈和家里人 都想见你 下周末 你有空吗 我带你去探家家宴 家宴 来了她这么久 这么草率地告诉她 她一定会生气 不如等到周日 我亲自准备一份惊喜 顺势在家宴上 告诉她我的身份 希望她会原谅我 好啊 刚好我下周末休假 小景峰 你到底是谁 这套房子 这种排场 小景峰 你果然不是 普通的小宝 李千苏啊 这可是你妈妈的面具 有了这个 我就能让你认为 是小景峰杀了你吧 再让你们俩互相残杀 到时候 你要是能够把 小景峰给杀了 小史集团就是我了 李千苏 你别让我失望了 肖志诚 知道我在调查杀死 血影凶手的人 除了斗洞 就只有一个 肖志诚 他和景峰 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一定要 弄清楚真相 这可是千苏最喜欢的蛋黄 好了 时间到了 千苏应该要等着急了 我都给他准备小惊喜了 然后呢 如果现在 你和我战神的时候 他应该不会神奇的 好戏要开始了 是他 竟然是你 怎么会是你 这是妈妈的面具 这就是肖志诚说的证据 我房间里 怎么可能会出现 血影面具呢 妈妈的面具 为什么会在 肖景峰手上 难道他真的和妈妈的 私有关 警方 怎么还不下去 苏苏 妈 你们认识啊 他就是 之前我想给你介绍的 你爷爷的 战友的孙女 他还是 现影战神的女儿呢 很厉害的 都什么年代了 我妈还想包办 让我去和爷爷 老战友的孙女相亲 今天爷爷 让我来和他老战友的孙女相亲 你就是爷爷之前 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哎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的 我不是让你把你老婆带来的吗 怎么没看见那人呢 妈 他现在不就在面前了 妈 我不是让你把你老婆带来的吗 怎么没看见那人呢 我是说 如果有一天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 我是有苦衷的 你 你会不会原谅我 没想到 我这个单纯善良的宝洁老婆 竟然是有什么的 没想到 我这整天没日没夜 辛苦工作的保安老婆 失败也是如此的不简单 老姐 宝派 小警方 你到底跟我妈妈的死 有什么关系 难道真如萧志诚所说 你就是凶手 那萧志诚又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真是精彩呀 接下来就要看你们怎么对付对方 一个要报仇 一个要除掉特空间 好戏就要开始了 累了一天渴了吧 喝点水 你这么体贴的 晚饭看你没怎么吃 吃点水果吧 气吃饱了 能接下我这么多招数的人 只有一个 能跟我势均力敌的 也只有一个 不愧是战士 伸手果然了 彼此彼此 特攻战 你来真的 你来真的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吗 你以为我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原来那晚 你是故意借着与我暧昧 隐藏你黑箱子的秘密 你不也一样 那晚为了也是你白箱子里的武器吧 是又怎么样 那天你在地毫差点暴露身份 是故意让李佐世帮你演戏吧 当时我发现你手上的陷阱 你不就是为了也是自己受伤吗 装作被别人欺骗我的吧 你当时遗父为了我装作不怕肖志成的样子 我还真的信以为真了 没想到都是假的 你一直在欺骗我 你买身份和我结婚 你不过就是应付你妈妈 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要去肖氏集团做保洁 对啊 我想着这么兼职也不是办法 正好肖氏集团那边 长期找保洁 我想去试试看能不能多挣点钱 给家里补贴一下 你口口声声说贝勒 为了这个家要去肖氏集团当保洁 其实你是另有目的对不对 你对我的感情全是假 我那是因为我要查出杀害我妈妈的凶手 只是我没想到 那个人可能就是你那个人 我真是可笑 原来你接近了 在我面前装嫌妻良物 就是为了查出杀害你妈妈的证据 我唏嘘了 你是为了战神的位置 所以才杀了我妈妈的对不对 我为什么杀她 我没有理由杀她 你明明 你明明就是为了成为下一代新战神 战神的位置是能者居之 我用不着那种见不得光的手段 我不信 我为什么骗你 你才骗我说你是保安 你还骗我说你是保洁的呢 这件事算是咱俩扯平了 以后谁也都别提 不必再提 所以你之前对我说的话做的事 全都是假的对不对 没有 我没有想过再骗你 我本来想跟你坦白的 可是你呢 你今天趁机想要了我的命 我不是 我并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 我以为你知道我是薛莹的女儿 你要联合肖志诚想要杀我灭口 看来 是有人故意制造误会 想让我们互相残杀 我就知道 你放开我 就对了 你为什么会认定我就是杀害你妈妈的凶手 因为有人跟我说 去到那个房间就会发现证据 我在那个房间里 看到了我妈妈的学影面具 我也很奇怪 我房间里怎么会出现学影面具 这个面具有可能是真正的凶手 为了引我过去 故意放在那里 他以为我们两个会互相欺骗对方 再加上我妈妈的死 我会被仇恨冲昏头脑 和你自相残杀 但他像错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想你应该知道 凶手是谁 肖志成 肖志成 想知道特工界的真实身份吗 明天晚上八点钟 到成都三十里处废弃工厂 记住 只能你一个人来 否则 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信心 小微林母亲报正落 明天晚上八点钟 到成都三十里处的飞机公厂 记住 只能你一个人来 否则 我不会告诉你这一场真实的 小叔一直想要对付的是我 先是银武和千苏互相残杀 现在又是约武见面 看来真是一场红明夜 他已经知道了 签索的事 绝不会轻易套路签索 我必须解决他 看了 肖志成坐不住 我正好可以将地就地除掉他 我妈妈报仇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明天有点事 晚点回家 我明天也有点事 明末 难道 锦峰也收到 肖志成的消息 老板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们呢 他们可是战神和顶级特工 任何一帮子 都可能会引起各界的揣测和追查 放弃他们的武功高强 想杀死他们可不容易 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他们死得干净 就是 制造他们相互被残杀的 假象 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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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你是不是要去见肖志诚 你都知道了 还是个爷爷你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可以解决 不想让你拆回去 肖志诚是我们家的概念 我必须亲手 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了 好 我可以不去 但你不能自己去冒险 对 危险的事情 由男人来做 你会跪在家等我 好 立刻给我准备一套全新的装备送入 我答应你 夏洋这么猛 小景峰 等你回来有你好看 小志诚是我的丑人 我要亲自解决 不能让景峰为我去冒险 祖聪 祖聪 怎么是你 说怎么是你听话 快回去 小志诚是我的杀母仇人 我一定要接受杀的 这件事我来替你解决 我帮你报仇 你现在立马 我不走 我怎么说 我一定要亲自报仇 你别拦我 你要是再拦我 别怪我对你出手 说 小心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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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你 出来吧 我知道你来了 我的好叔叔 精彩啊 精彩啊 精彩 一边是素敌 一边是夫妻 怎么 为了爱情 傷不住手的房財 暫時血液不是我殺 是你 是你殺了他 對呀就是我 你 你請求我 小志誠 為什麼我媽媽和你無冤無仇 你為什麼要殺了他 哎本來會不是 誰讓你弄 不就是因為當年小姐夫的父母 幫了那麼多 竟然幫他們暗地裡調查 要不是他 小氏集團早就是我的了 我滾 難怪我媽媽的電腦輪電夾中有你的照片 對呀 你說他為什麼要調查 小氏集團在誰的手上和他 那小警都死不死和他又有什麼關係 他上司 你是誰 為什麼 當年 在最關鍵的時候你爸媽救了我 還人情 皇賢 下一代戰神的繼承者是你 看來是個不錯的苗子 教授你先走 這裡很危險的 隨時都會有很多暗器訪住 沒事 他們的目標是你 我得留下查查蛛絲馬跡 看看到底是誰 弄到我要殺你的假象 快走 多謝 我怕我被暗殺的消息沒什麼出 消息會打亂 我得先走 請我多謝你出手下車 哎 死 我怕我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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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姨 你以为你这样救的能救得了萧锦峰吗 我突然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如果我告诉你 他就是杀害你的凶手 是不是就不用你动手呀 这就是你多管闲事的下场 原来如此 可惜 当年我过去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小志诚 你杀了我妈妈 现在又想利用我 让我和景峰自相才傻 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惨 这可怪不到我的 要怪就怪你妈学义她 不管些事 我本来都说 可是谁让你没事调查 什么真凶呢 今天你们两个 一个都走不了 哦对 当年你妈学义 那就就是死在那里 你搞一下 今天也是死在那里 你脚下踩的这块地 就是当年你妈学义 今天也是你们的 葬身指数 是吗 小警方 你不死 我拿不到 萧氏集团呢 只要你死 我可以想尽一切办法 将萧氏集团的发生 你放心 到时候这现场呢 我就制造成 你和特工这个 相互残杀的行星 这样他们就查到 什么 你就带了这么长 还想杀我的夫妻 你是不是有点天真呢 他们可是和战神宫 齐鸣的暗黑店的 顶尖高手 别钻门去 对付你们自己俩的 就凭他们 那就试试看了 jo 有一些 对付你 对付你 好的 我 完全 对付你 真的 我想 谢谢 你是 小小高 我们竟然这么有关系 那是毕竟当了那么多年的对手 除了你没人能上不了 我也是 准备 哈哈哈 知道他们的厉害了吧 你不小心 林前苏 你老公很能打吗 叔叔别动他 否则 你得不到消失 叔叔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在这里 别动他 否则你得不到消失 你以为凭现在的你 配合我谈条件吗 我为什么没有 我还有消失 还有一条命 杀了你 消失自然就受不了了 你太小看我了吧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消失是怎样 换做你是我的话 你会做什么 老大 查到了 在今天背后搞小动作的是消失 我怕 他会对你动手 真的 对 找着帮我立复你遗嘱 若是我出现任何问题 就把消失集团所有的股份 都转让给叔叔和他爷爷们下 是 你做什么 我只能告诉你 你杀了我 你将永远得不到消失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不相信我的话 你别动 什么条件 放了就在这 我会帮你 你到小时 然后我会在你的面前 自我了解 我会在你的面前 自我了解 俊枫 不 不可以 俗俗 我答应过你 要护你一身周全的 一条命而已 小俊枫 你别再自以为是 谁需要你来救 放下 不管我们两个有没有结婚 我的身份 我选择的路 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你放下 司祖 以前在家 都是我批你的 现在你也该听我的话 顾俊枫 你要是敢的话 你一定会后悔的 你要是死了 我就带着你的钱 我去养别的男人 我养一整栋楼的男人 我养长得比你高 比你帅 比你更年轻的男人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还要跟别的男人生孩子 我怕光你们小事家 付所有的钱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我也挺开心的 下次再入团了一个事 不要找小伯这样的 找一个普通人 好好地跟我一起 你找打是不是 再多骂我两句吧 以后听不到的事情 还能好好回味一下 哈哈哈哈 哎呀 多么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 我都觉得我是个恶人 我应该把你们给放 但是 我最烦的人在我面前秀恩爱的 今天你们两个必须死一个 按你说的 今天你们两个必须死一个 按你说的呗 好 那你先放了他 等他安全到家 我会对象不成 你先把消息给我 我自然会放了他 今天永远 谁都走不了 别想跟我谈条件 要不然 我哪怕今天放了 我明天照样杀了 刚刚在动手的时候 我不小心按下来开轮 这上面揭露了我们所有的 而且我也不小心把他发了 你说 苏苏万一要是出现了什么意外 今天的录音肯定就会发出去 你费尽心思 你要得到的一些东西 你将付出动力 反之 要是苏苏能够安然无恙 这个录音 永不见天日 你觉得一个录音就能威胁得了我 消失这么多人看着 就算治不了你表现 你想要做的位置 也永远会弄不到 怎么样 考虑好了 你可别默契 我没时间不要 到时候消失 可跟你没有半毛关系 好 这是消失的骨旋转让盒 按个手印吧 好好好 让我追一手教学来 一手教人 让我追一手教学来 一手教人 放人 走吧 小姐夫 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威胁得了我呀 我刚才说了 我要回到什么 你们俩相互残杀的场 哈哈哈哈 这一次 是我一个了 哈哈哈哈 这一次 是我一个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终对你放手了 我怎么觉得 他在踢我呀 我在踢你的 不停开 你听一听 他踢了我一下 他踢了我一下 就踢一下呀 你说这个会是男好 会是女好 踢我那不怕 肯定是个高手 你还逆了我的基因 这么个高手 我不知道 个儿应该挺高 你去旅行 时间又这样暂停